啟德又有一個新樓盤叫Double Coast 總共就花了三期 現在就是賣第一期361間 你看到它有一座矮座和一座高座 這邊就是內海 那邊就是啟德空中花園 圍著匯索 這邊還有一些樓 不過是其他結束 但未來發展商會開現樓賣 我們有機會再過去看看 我們先看看設計單位 Double Coast 首批價單78伙 烏形陷蓋開放式到3伙 折實的均價是17899元 入場費最便宜的是開放式 265呎 422萬 我們現在看看線範單位 三房 說的是627呎 這個三房土壺形就很實用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浪費的位置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入門就用了電子門鎖 都方便的 然後就是一個長型的客飯廳 是日置型的 擺位上也挺簡單的 這個位置一定是客廳米 闊度就2.7米 都相當夠闊的 電視 沙發 然後外連一個大的露台 就用拖門的 樓底就3.15米 這個露台就相當大了 三合一的 擺位就很舒服了 你可以掛衣服在這個浪也沒問題 坐下來自己看看海景 又是多美麗的時刻 這個廚房是曲斜形的 我覺得是相當大 但是以一個開放式廚房來說 是做得相當靚仔 桌面絕對夠了 另一樣東西就特別少少 它居然做過名火的爐頭給你了 有想過 整套都是名牌的家電 包括MIRROR 而且它用的顏色是用白色 看上去就明亮很多 第一間睡房 第二間睡房 兩間睡房就大同小異 都是那麼闊 那麼長 都是落地大玻璃 都是望出去內海景 很好 擺位就絕對鬆動 而這邊就是客廁的位置 最主要站在你實用 空間夠大 而且它做了二分離的設計 沾上水就不會洗浸了 海面都OK 收納量又夠 最後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我覺得這個設計是相當好 因為除了夠方正之外 它還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你可以做到地 而這邊就有一個角窗 基本上拿的景觀就會拿得再好一點 擺位呢 將床放在這邊 這樣可以整個角窗都可以看到 主人浴室再好一點的設計 因為它這邊有個窗 又有毛巾 基本上設備上就會升級 容色上就會更加實正一點 像這些望內海的單位 它最便宜的車價是18,200km 比旁邊的樓盤還要便宜一點 如果內海的一線外景 這樣的車價 你覺得值不值得投資 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